昨天我们大概介绍了下饮食的分类,今天深入一些。 在深入之前,先说一下饮食进入大气层的变化。 稍微有天文常识的人都知道宇宙里边很冷,冷到什么程度呢? 科学界一般会说绝对零度。 绝对零度是多少度? 大约是零下273.15度。 这个大家可以一下,一个这么冷的物体,突然闯入大气层,高速与大气层发生摩擦,表面温度迅速升高,由于热传导有一个过程需要时间,内部温度却很低。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,一个物体表面上千度,内部绝对零度是个什么概念? 它会在空中解体,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爆炸。 这种解体爆炸产生的影响,就是会形成饮食散落区。 下来说的大家一定要牢记。 小块的饮食会先坠落,块头越大的饮食坠落时间越晚。 这点要牢记,以后不管是追目击饮食,还是找发现饮食都用得上。 世界最大的饮食散落区在中国,阿勒泰铁饮食散落带。 世界第四大铁饮食银骆驼,就是其中之一,现安放在乌鲁木齐新疆地质馆门口。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饮食分类表。 这张表以外的所谓饮食都是假货。 例如所谓一丁饮食,玻璃饮食等等。 食饮食我们接触最多的就是普通球礼饮食。 普通球礼饮食,其实并不普通,它是太阳系形成之初,心灵爆炸潭流物质。 球礼饮食,顾名思义里边是含有球礼物质的,其主要成分是硅酸盐、铁面金属等等。 普通球礼饮食,一般分为几个类型,H类,L类,LL类,这是根据其金属含量多少来区分的。 H类金属含量最高,L类次质,LL类最少。 所有球礼食饮食都是有雌性的。 H类雌性最大,LL类雌性最低。 我们看到一块实质的石头,怀疑它是不是饮食,雌性是一个条件,但不是必然条件。 碳质球礼食饮食,从名字上来看,它一定是含碳元素的。 碳质球礼最有意思的是它内部含有水,有些科学家认为地球的水就是由碳质球礼饮食带来的。 碳质球礼里边还含有氨基酸,我们都知道氨基酸是组成生命的最基本条件之一,所以有些科学家认为,生命有可能也是碳质球礼食饮食带到地球的。 碳质球礼饮食数量很少,属于球礼饮食中较为罕见的饮食。 至于碳质球礼饮食,我们基本上不会碰到,咱就不多说了。 无球礼饮食比较复杂,一部分来自月球,一部分来自火星,一部分来自造神星,一部分来自未知行星,还有绝大一部分来自解体的小行星。 其中,比较常见的是造神星和无球礼食饮食。 来说一下为何有一部分能明确其来源,绝大多数不能确定其来源呢? 月球人类已经登陆,美国人采集了大量月球岩石月壮标本,经过数据比对就可确定其来源。 火星陨石也是如此,美国的火星探测器,也采集了大量的火星岩石及土壤案本。 至于造神星是有一颗人造卫星长期对齐检测,剩下的只能是猜测其来源了。 国际陨石研究的时间超过300年,中国的陨石科学研究,应该是1976年吉林陨石坠落,才开始步入正规的,所以陨石的科学研究成果,都是比较靠谱的。 崔鹏飞老师是中国观赏石协会陨石专业委员会会员,是专业的陨石剑瓶师,长期从事陨石收藏及交易,曾多次进入新疆罗布泊附地进行列运活动,并带多个石油群和重要场合,进行陨石知识普及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别忘了按赞我。